如果下這麼大量的訂單 那對於台積電來講 當然說它的訂單能見度 會變得再更長 AI的主軸到目前為止都持續不變 那台積電一定是最大的受益者 台積電力奪消息源源不絕 也激勵股價不斷刷新高 股價持續往900關進攻 工程之一 當然少不了大客戶輝達 輝達週三公布第一季財報 不管是在營收 禁令 還是EPS都超乎預期 讓股價在盤後一度突破1000美元 上漲超過6% 有望再度待望台廠供應鏈 NVIDIA的一個財報 已經充分說明 AI成長的軌跡沒有放慢 那這樣的話呢 其實已經奠定了AI 這個一個中長線走勢的一個基礎 撞到飛達激勵 台股相關電子股 5月23號紛紛開高 再動加成指數 開盤直接跳空大漲117點 攻上21668點 再度刷新記錄 但隨即因為中國軍演 加上美國聯準會持續放音 內空消息讓盤中一度翻黑 高低震盪近200點 好在由電子股撐住盤面 FED的態度起起伏伏 這個對於股市影響都比較短暫的 那軍演的部分我們根據過去的 這個經驗來講的話也是 反應也是短暫那也不可能 每一天通通都軍演嘛 所以真正影響股市比較長線的 我認為會是在這個AI產業的一個基本面 AI走大趨勢 不只待望股價 由輝打掛帥 只要接單持續暢望 台廠供應鏈 可有光耀 語入均瞻 今天新聞我要聽蔡成一流 採訪報導 立刻下載靜新聞APP 一手掌握新聞時事 盡善盡美 盡好新聞